歡迎來到T-ray讀 帶你輕鬆聊好書 我是主持人林芳穎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來賓是我們的老朋友 資深媒體人范麗達達哥 達哥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達哥上次為我們介紹的這本 一觸即發之後 現在要為我們介紹第二本書 就是這本步步為營 那步步為營這本書呢 其實是由三位非常 之中之台的三位專家來撰寫的這本書 那想請達哥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您覺得有哪些比較值得推薦的地方呢 首先這本書的特點呢 就是三位我們所稱為中國通的三位美國學者 包括說何瑞恩 博瑞哲還有格萊伊 他們三個人合著的一本書 那博瑞哲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AIT的前理事主席 所以我相信很多台灣朋友都認得他 那格萊伊大家應該也都對他 最近應該不陌生了 因為前不久才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那個霍爾怡 他的競選總部用的一個照片 就是他跟格萊伊握手的照片 後來格萊伊就在推薦裡面講 我沒有明示或暗示說支持他 你就知道美國學者他們對於這種政治立場 對各方面不同陣營的政治立場 他們要維持一個比較均衡的態勢 因為三位都是中國通 所以他們寫了一個關於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書 當然是值得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相信一定也會有些朋友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美中台關係我們也是其中之一啊 為什麼我們不看我們自己的觀點 我們為什麼要去看美國人的觀點 坦白說這本書其實三個作者不是寫給台灣人看的 是寫給美國人看的 對 但是我們兩大之間難為小嘛 你知道中國跟美國都很大 我們在中間我們是非常最小的 那我們應該要了解一下 大國是怎麼樣看這個美中台關係啊 那所以這本書呢就值得我們看了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因為 這本書出出了契機 是美國前太平洋司令Davidson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2027年這個台海會發生戰爭 很可怕 大家都很擔心說台海是不是快要打仗了 現在已經2023到2024了 2027沒多少年了 真的會打仗嗎 那三位作者跟我們說 戰爭不一定會 但是你也要去想除了戰爭之外 台海三邊關係裡面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選項 我們怎麼樣努力 不會讓它變成是一個最壞的選項 所以有一本這個叫 我覺得書面很棒 步步為隱 特別是我們台灣 我們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時候 我們的每一步都更需要 步步為隱 對 達哥說的沒錯 因為步步為隱 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中文的書名 我覺得的確就是 也是對照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假設 我們先盤點一下目前美中台的現況 那台灣有什麼樣的條件跟資源 我就說我們要怎麼樣去 不是說都是要靠美國人告訴我們 那台灣我們怎麼樣看待我們自己 在這個美中台關係裡面 可以我們現在現況是怎麼樣呢 對我們當然對於身為台灣的民眾 2350萬人來講 我們有一些 不知道算是好或者不好 或者是歷史的宿命 或者它一個天然地理條件 地緣關係 它的一個現實 我們的西邊是一個很強大的中國 中國離我們非常非常的近 最近的距離大概只有65海里 最遠的距離也差不多410公里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這個概念就是說從福建 它一架戰略機飛過來台灣 15分鐘就到了 非常快15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認為說 美國是我們最堅強的盟邦 好 從我們台灣到美國西岸 像西雅圖洛杉磯那一邊 這個距離大概9000多公里 將近1萬公里 那如果到美國東岸 像紐約華盛頓那邊的話 大概是13000多公里 坐個飛機飛過來的話 要17 8個小時 我們常常講說 原水救不了近火 一旦台海發生戰爭 從大陸那邊飛過來的飛機 十幾分鐘 你覺得從美國那邊 十幾個小時飛過來 來救我們來不來得及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有兩派人 一派人叫做以美論 以靠的以 一派人是以美論 懷疑的疑 那不管是以美或者是以美 我們其實都要想到一點 就是我們離大陸 非常非常的近 不主動挑釁是一個重點 這本書的三個作者也告訴我們 我們要努力的維持現狀 要不主動挑釁 不要去踩到那個紅線 不要去喊法理台獨 不要讓老共有一個藉口或理由來攻打台灣 因為真的發生了戰事之後 你希望美國這麼快的遲緣 其實那不是一個很現實的事情 所以這個在地理環境裡面 這是對我們不利的情況 當然你說從經濟環境層面 你看現在美國跟中國之間的整個經濟對抗 現在整個去全球化的趨勢 甚至最近這兩天老共對台灣的報復 EKFA裡面的12項的關稅優惠 沒了 這對於我們來講 都會產生一些不利或動盪 所以在這個整個動態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維持一個新的均衡關係 這是我們要努力去尋找的新方向 而且我覺得這本書 其實作者他們一再提到說 其實現在台灣的地位 並不是說被美國拿來做一個制衡中國的棋子 他很強調的是 美國會支持台灣是因為我們是有一個 支持這個民主的共識 他是挺台灣人民對於這個民主的追求 但是其實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 其實在這幾年是有一些轉變 我們看到就是 達哥這邊有準備一張手板 是在講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 在不同的年代 會有不同的這個看法的轉變 所以這個請達哥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對 這個圖表其實很有意思 這個是政大選員中心裡面 長期做的那個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意識的一個分析 很妙的是在這本《步步文言》的書裡面 也做了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栽錄 所以你就知道政大選員中心的這個長期的調查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調查研究資料 我們從這資料來看 從1992年的時候 就是大概三十幾年前 認為說我是台灣人的 台灣民眾大概只有佔17.6% 認為說我是中國人的人有25.5% 認為說兩者皆是大概就是四成多的人 經過了30年之後到去年2022年 認為說我是台灣人的人大概有63.3% 像是很多 認為說我是中國人的人只剩下2.5% 那當然認為兩者皆是大概還是維持大概三成或四成之間了 這裡面代表說現在年輕一代的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的轉變 他不再認為說我們跟中國大陸是同樣的一個國家 所謂像中國大陸常常講的是台灣是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是中國他們自己的想法 台灣人顯然不這麼想 我們現在認為說就是一邊一國互不隸屬的關係 這個自我認同感越來越強烈了 所以這樣發展下去之後 他當然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情況 就是中國那一邊他會不會願意或者他能不能接受 這個台灣民眾自我意識自我認同越來越強 然後好像離中國越來越遠這樣的情形 那會不會造成說他們加速武力犯台 書中的作者提到說習近平他一再強調說 實與事站在我們這一邊 那也講說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他必須要解決 所以也就是這樣的話會讓人家懷疑說 習近平會不會在他的下一個任期 或者下一個任期之前去徹底的解決台灣問題 讓他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上面民流侵蝕 這就是會不會發生戰爭的一個情形 但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當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那一種 balance的均衡發生了很嚴重的偏移 中國變得越來越大變得越來越強 台灣變得越來越弱 台灣變得越來越需要依靠中國大陸的時候 中國大陸似乎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他可以用很多非武力的方式 就來收復台灣 這是台灣必須要面對的情形 美國雖然三位作者說 美國沒有把台灣當成是戰略資源 沒有把台灣當成是一個旗子等等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民眾要有這樣的覺醒 你不能太過自我感覺良好 書中作者也有提到 當年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美國跟老共在交好 那時候美國總統說 我們陳水扁是troublemaker OK 現在美中發生貿易戰戰了 美國對台灣就拼命的示好 所以台灣在美中台關係上面 它是不是一個可以拉攏 或者是可以放棄的一個旗子 我們沒有有這樣的醒覺 對 那其實這本書它很重要就是 其實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它其實是希望說緩和目前 美中台的這個情勢 尤其是很多 有些人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什麼終須一戰之類 這種講得很嚴重 但是我們來看 其實美中台 他們解讀了七種的未來的情境 那包括是包括這個經濟面的 還有政治軍事面的 那達哥你覺得有哪幾點是特別值得 來跟大家來分析一下說 我們未來的走向 包括說經濟跟政治軍事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發生 或者說都有可能發生 對 因為其實最近電影講說 未來的什麼平行宇宙世界 未來它是有很多種選項 Davidson認為說 2027年終須一戰 那只是其中的一種情形 當然不可能 絕對只有這樣的選項 書中作者其實列了七個選項 他把它分成兩大購物面 一個購物面是屬於經濟層面 另外五個購物面 它是屬於政治跟軍事層面 經濟層面裡面第一個就認為說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依附關係會越來越來越深 你看其實從馬英九時代裡面的ECFA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兩邊的關係的確是越來越深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現在的現況 當你發現說台積電 在接受美國商務部的要求 不准再把高階晶片輸入到中國大陸去之後 全球化的趨勢慢慢的崩解之後 慢慢的壁壘關係產生了之後 台灣就變成是被迫要在美國跟中國之間選邊站 你靠著美國我們就很怕被中國大陸給制裁 但是我們如果靠向中國大陸那邊去 我們也怕被美國制裁 所以台灣會不會變得更加的孤立無援 這個是在經濟層面裡面 三規作者跟我們講的 當發生了整個全球化瓦解的時候 台灣日益孤立我們該怎麼去選擇 這個是我們要想的 當然在政治軍事層面上面 他也做了五個選項 哪一種選項會發生不知道 當然維持現狀是我們現在最需要去做 而且是盡量去追求的 可是最吊詭的是所謂現狀是什麼 美中台三個國家對現狀的定義都不一樣 所以是誰迫害現狀 這個東西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說詞 所以真正的現狀是什麼 它是不是一個動態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作者 三位作者他們都非常強調 台灣只要不獨立 不宣布法理台獨 其實中國他要主動攻打台灣的機會 並不大 因為他必須要去思考 他一旦入侵台灣之後 他要面對他要付出的慘痛代價 包括說我們看到俄烏戰爭 俄羅斯現在就像陷入尼迦爾裡面一樣 所以清起戰爭對一個國家來講 它會帶來很多重大的傷害 包括人家其他國家的經濟貿易制裁等等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真的萬一發生了戰爭 就像書裡面提到了 老共他如果真正的對台灣發動戰爭的話 他其實有三種選項 第一個他就用封鎖用圍堵 譬如說對於整個台灣海峽的海域上面的船隻 或者台灣海峽上面領空的飛機 他做檢查 然後可能是用防疫的理由 用有沒有檢查違禁品的理由 去做海空域的封鎖 這個對台灣的整個經濟 或者是大家心理因素 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影響 中國也可能進一步 對台灣的離島或外島 不管是東沙 或者金門 馬祖 澎湖 發動有限度的戰爭 這樣對台灣的民進市 當然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最危險的就是 他如果直接入侵到台灣本土 不管是去轟炸了台積電 或者去轟炸了總統府等等 這個對台灣來說 我們就面臨了一個背水一戰的決定 蘇東作者說 如果當共軍登台了 這個對於我們所有台灣人民來講 這是一個輸不起的戰爭 因為我們輸就沒有了 可是真的到那個時候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我們如果要期待美國 美軍過來持緣的話 我們能不能夠堅決抵抗到那樣的時候 所以不要讓最壞的情況發生 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要求習近平說 你一定不要發動戰爭 但是我們可以不要製造出 讓他有進攻的藉口 這個是我們可以努力去做到的事情 對 因為剛剛達哥也提到說 其實維持現狀這件事情其實變成說 所謂的現狀是 什麼時候開始的現狀 那這個現狀其實它會 其實它是一直在變動的 對 變動的現狀 對 變動的現狀聽起來就是 就是沒有現狀 對 其實這個句話本身就是有點 怎麼樣 很模糊 對 所以怎麼樣去定義說 我覺得三位作者他能不能 因為他也提到說現在其實 當然說就像你提到說 美國不希望台灣提出這個法理獨立 那真的是因為這樣就算 這個現狀就是等於台灣不宣布獨立 是這樣子的解讀嗎 對 就像所以我們看到說 最近賴清德他也沒有再強調說 要法理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就是現在的現狀 那這樣的說法能不能夠 就是讓美國滿意 或者說能不能讓中國滿意 這東西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不主動挑釁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什麼是現狀呢 其實沒有一定的東西叫做現狀 那什麼叫做片面改變現狀呢 這個也沒有一定的說法 可是蘇東的作者他也提醒我們 就是美國政府他其實以前 曾經有好幾次 沒有經過我們台灣政府 沒有經過我們台灣人民的同意 他直接跟大陸打交道 把台灣給出賣掉了 包括二次大戰之後呢 把台灣交還給中國 他都是沒有經過台灣的同意啊 甚至當年的那個尼克森總統的時候 派基辛吉跟中國開始搞 所謂的關係正常化 甚至到了卡特 直接就跟中國建交 然後跟台灣斷交 都沒有經過台灣人的同意 所以蘇中三位作者他也強調說 在未來要解決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必須要得到台灣全體住民 2300萬人的同意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台灣政黨 大家同樣一致的共識 可是問題是你要得到台灣 2300萬人的同意 這個同意的一點 他會不會讓中國也同意 中國可能不會同意 像我們一直希望說 我們跟中國維持一個等距的關係 友好的關係 但是不可能是同意 現在我想說會選擇統一的人 可能越來越少了 但是這個是中國能夠接受的現況 美國他們之前曾經 跳過台灣的人民 跳過台灣的政府 直接跟中國打交道 出賣了台灣 未來還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三位蘇中的作者他都說 未來美國不可以有這樣的情形 我相信這本書是呼籲美國的政界 但是美國的政界 會不會接受這樣的說法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不見得能夠做得到 但是我覺得蘇中的作者 他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說要維持台灣的一個 統一對外的這樣的一個方向的話 台灣的政黨要有一個共識 就是政爭止於國境之內 不同的黨派 你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不同的政治訴求 但是政黨的惡鬥 你再怎麼樣打著頭破血流 這個惡鬥就是在你的國家之內 出了國之後大家要一致對外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政黨 要能夠這樣子一致對外不太容易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你內部都不團結 你對外的目標政策沒有一致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人家分化 然後從內部去各個擊破 這樣對於我們台灣未來的安全來講 它會造成很多很嚴重負面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本書也傳遞一個可能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其實美國現在是跨黨派的在挺台灣 所以其實不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執政 或許大家現在有個共識就是說 不管是美國總統換誰當 那大家的立場就是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政治 然後加入一些國際的組織 這個共識目前看起來是還是會往這個趨勢走 但問題就是台灣自己呢 台灣人要怎麼樣走出自己的路 就是說我們如果能不能 如果再不依靠美國情況下 那台灣有什麼可以怎麼樣增加國防力量 或是說我們在經濟上可以達到的地位是說 今天就算是美國不幫助我們 我們也可以自救嘛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在國家跟國家之間 在這個觀念其實我們應該要傳遞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國家跟國家之間不存在道義問題 國家跟國家之間存在的就只有利益關係 所以每個國家它的出發點都是考慮 怎麼樣做會讓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美國現在會挺台灣 這是因為對美國的利益最大化 因為當中美競爭的時候發生 它覺得挺台灣一定是對它利益最大化 那我們如果就因此而認為說 美國它一定有義務會協防台灣 會保護台灣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會太天真了 因為你看俄物戰爭 美國沒有出兵 尾巴戰爭 美國沒有出兵 所以我們怎麼會能夠確定說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國一定會出兵保護台灣 它也可能不會 其實你在看這本書 三位作者他就一直在強調一點 他覺得說台灣要如何自救 台灣要如何因應現在的局面 他認為說台灣要增加稅收 雖然這樣講 其實我們台灣的所有老公 聽到都會很痛苦 我們稅已經很重了 不要再加稅了 可是作者認為說台灣的政府應該要增加稅收 要購買更多的軍備武器 要能夠維持自衛的武力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來講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的兵役又慢慢要從兩個月 四個月要延長回一年 我們不能夠依賴或期待別人來保護我們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自救能力 要讓自己能夠自立自強 然後如果今天中國要來進攻台灣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去思考 他們這麼做 他們付出的代價他們值不值得 如果他們去思考說他們能夠有其他的選項 一樣可以來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或許就不一定要走上那個極端 但是要讓他會去尋找別的選項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實力要夠強大 所以增加軍備或者增加服役的年限 這個是必須要面對 或者他必須要很慎重去思考的問題 當然會造成很多人的不便 但是這個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三位書中作者也提到說 應該要盡量去增加我們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雖然說我們台灣現在的邦交國越來越少了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的雙邊會議 三邊會議 美國其實跟日本的都有從中促成 有很多的國際工作坊 我們台灣也有在參加 當我們台灣跟很多國際的自由盟邦 慢慢建立了越來越深厚的關係 不管在科技 在經濟 或者在工位上面 我們建立了更加更深厚的關係 之後大家彼此的互相合作會更加的緊密 這個時候中國如果想要對台灣動武 他就是必須要思考 今天如果台灣有事 是不是就日本有事 是不是就美國有事 是不是就全世界都有事 當他思考到這樣的重點的時候 他或許就不會輕起戰斷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就可能有更好的時間去因應未來 那蘇中的作者當然也認為說 兩岸的關係 當然是應該要有兩岸的人民 或兩岸政府去解決 那2024 2028 或者更長遠的未來 不見得什麼時候會解決 所以他舉例說 這個是應該由我們一起去做的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 未來會怎麼樣 這東西不一定 可是維持和平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 我們要努力去追求的 那怎麼樣維持自己的人民 自己的國家 有國格 有尊嚴 然後又能夠得到和平 這是所有的從政的人 還有我們所有的人 都應該去努力思考的問題 對 沒錯 今天達哥我們分享了相當多 包括《步步為營》裡面 書中提到的重點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也蠻值得 所有人 不是說包括所有對象 美國政府喊話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都還蠻值得來看一下 究竟台灣目前的現況是什麼 我們接下來將會面對到的未來 來提前來做個因應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達哥 來幫我們分享這本書 那提約讀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